在区区交界的每个路口 其实我们都把这个路障拆掉了 感觉比水风又近了一步 随着各区防疫形势的逐步的平稳 从月22号起 地面公交和轨交有条件之后 三号线 六号线 十号线和十六号线 恢复运营 尤其是在防范区的商超小区 这些用户提琴需求量比较大的地方 我们投放了一些车辆 三部中心我们都已经复工了 电条上的最关键的一个节点复工了 可以像现在这样 骑着单车感受微风吹来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好 终于能正常出来了 感觉阳光明味 心情特别好 终于可以去超市了 太开心了 为我们上海市民带来一片美丽的户外空间 让大家来走走 看看美景 呼吸新鲜的空气 生活都会来 新的老开心 老地方老人过来 叫一个老女的 请你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